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裝修的風氣就開始蔓延到意大利 當地有些人選擇了華人開辦的餐館或者理髮店 展開了裝修的工作 渡火線當然就是目前這件事 傳播到意大利的時候 搞到人家雞無鴨血 其實還有一個非常大的深層次原因 就是過去一段非常長的時間 中國的旅客去到歐洲國家的時候 那些表現實在令人睜目 其實在自由行開辦的初期 我們香港人都承受不少這些痛楚 看到那些旅客 比如說在街道上 或者在地鐵站 走過無厘頭又擺下幾輛 或者在公眾場所大聲圈嘩叫囂 吵冤吧斃 或者打尖插隊 這些行為不只是對香港人做的 實際上全世界都是面對著這些問題 現在擺明當地有些人借傷成毒 借些人借來發洩發作 好了 意大利目前有些什麼 符合呢 他們學了香港式的措施 竟然說 要求那些來自中國 香港 或者澳門的旅客 入境以後 拜託你自行回家 或者去酒店 自我隔絕十四天 而在這段期間 當地的衛生部門 就會展開密切的監察 大家聽到都知道 跟香港的措施差不多 是的 所以希望意大利方面 想清想楚 不要學香港這些九流措施 最好就是把心一橫 把那些航班取消了就可以了 只不過他們又受到中方的壓力 本來其實他們都已經取消了 但是在中方的施壓下 有些航班又恢復運作 在這樣的情形下 你搞這些所謂自我隔絕十四天 完全是整色整水 自欺欺人 跟林鄭一樣 所以為何裝修的風氣 會蔓延到意大利呢 真是空月來風 未必無因 接著就講講關於 東京方面的消息 東京澳組委 又出來說話 他們真的非常堅持 要舉行這個 驚傲 他們說 如果能夠戰勝到 病毒的話 可以成功舉辦到 東京澳運 日本人將會在人類的歷史當中 名流清史 為何他們堅持要舉辦 東京澳運 實際 很明顯是經濟原因 因為前期投資 即資金投入 實在太大 目前他們已經擺放了 1.4兆的日元 折銷是大約1000億港元 來籌辦東京澳運 如果他們決定停辦的話 當然這些前期投資 就會血本無歸 日本政府認為 東京澳運 可以產生 所謂的直接效益 以及延續的效益 直接效益包括什麼呢 包括場館的建設 營運 門票的收入 以及行銷商品的收入 至於延續的效益 包括了 交通基礎建設 完善無障礙的設施 觀光客的增加 比賽場地的持續利用 以及體育人口和活動 擴大等等 這些當然是 非常好的景象 但是在目前這樣的陰霾下 到底能不能成功搞得到呢 真是成為一個疑問 到時如果要閉門作賽的話 真的沒有氣氛 而且搞得很醜 再加上日本政府 本身在建設場館的時候 已經有一個非常大的超資 所以他們在場館的設計上 力求簡樣 比如說 新國立競技場 竟然是沒有空調的 怎麼辦呢 如果熱起上來的時候 原來他們就說 準備了一些風扇 是可以給運動員 以及觀眾使用的 真的是大劑 沒有冷氣 接著就說 有一個體操的競技場 那個座位的椅背 就只有20厘米 換言之就不可以埋喉 埋喉就會整個人人養馬 為什麼這個椅背 要設計到這麼矮呢 根據官方的說法 就是要環保 因為這些椅子 其實全部都是用木造的 就可以營造出一種親切的感覺 但是這些椅子就真的非常親切 每三個位才會有一個扶手 換言之坐在中間那個 就要被隔壁的兩個人夾住 如果隔壁的兩個人坐肥佬 就是你看我那份 此外 日本當局設計了一些 紙板床 讓那些運動員睡 他們的說法就是 這樣做的話 就會比較環保 以及符合可持續發展的原則 其實也是比較節省成本 因為這些用員可以丟 而且回收方面 也是比較方便 最後就是 他們的奧運的金銀和獎 那些獎牌的物料是來自哪裡 原來就是來自一些回收的物品 包括就是回收一些舊電器 電視和手機 再從中提取這些元素出來 整合成為一個獎牌 這個理念真的非常好 但是也符合一個省錢的原則 因為實在 超資太大了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他們根本上沒有第二條路來走 而且日本政府也沒有想過一個Plan B出來 比如說延期 押後 沒有這些計劃 總之定了7月20多日 就是在那天搞 所以他們就三番四次走出來 要安定民心 就說沒事的 接著就說回香港的情況 昨天這個特區政府宣佈了限航令 結果就導致 很多來往香港和首爾的航班都已經停飛了 因為沒有嚇到 在這樣的情形下 很多人質疑 為什麼特區政府 對於韓國 採取一個這麼風馳電制的做法 這麼雷厲風行的做法 但是對於偉大的祖國 到現在為止 都不肯去封深圳灣口岸 和港珠澳大橋口岸 究竟這個真是純粹科學的決定 或者是滲集了一些政治因素在裏頭 如果我說完全沒有政治因素在裏頭 大家都可以關機 這些台也不應該聽 到底為什麼他會考慮什麼呢 究竟是不是林鄭在玩報復 因為韓國人 其實在我們反送中那段期間 一直以來就是情意相挺 包括他們在首爾 搞一些大型的集會 來聲援香港人的抗爭 包括當他們知道香港有一名急救員 被警察的彈射中了眼以後 他們就是在社交媒體上 比為Instagram 他們就掩著自己的眼言自拍 是非常大量的人士這樣做 不是個別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勾起了他們 在爭取民主化的過程當中的一些記憶 而且在首爾很多大學裡 其實都是貼滿了聲援香港人抗爭的大字報 在這樣的情形下 林鄭只是針對韓國 採取一些措施 其實日本一樣是發展得很厲害的 為什麼你沒有將這些相應的措施 套用在日本的身上呢 是不是因為日本其實在當時我們反送中的時候 他們那個民間的反應是沒有那麼強烈呢 到底是什麼原因呢 林鄭 這是不是真的純粹一個科學的決定 請問你 當初香港人要求封鎖這個綠路邊境的時候 你口口聲聲 就說不應該針對內地居民的身份 進行所謂的封關 實際上也不是針對內地居民的 你封鎖了所有的綠路口岸 包括深圳灣口岸 以及港珠澳大橋 那就可以完全 切斷了所有外來的入侵的個案 是不是 你又不肯去做 現在你就針對韓國這樣去做 為什麼你這個又不會構成歧視呢 到底你當中的邏輯在哪裡呢 請問 而且這個平等機會委員會的專員出來說話 你真是不務正業 現在到底是出來說話沒有 林鄭當時說 如果全面封關的話 就是違反了世衛的原則 你現在全面封了韓國 是不是 你就封了他的客運 起碼你封了他的客運 現在人家其實都是叫你封客運 你也不肯封了 然後又把全面封關扭曲 連貨運也封了 這些就是林鄭的陰毒之處 強行將意識禮橫折曲 然後再塞進人家的口 根本人家就沒有說過封貨運 那些人說你是CY2.0 你比CY簡直是清出於藍 在語言藝術方面 再說一下其他的情況 包括了一個所謂的 再傳播的個案 所謂第二代的傳播 什麼事呢 原來北角的那間佛堂 有六個人已經出了事 然後 然後那件事就帶了去其中一個家庭裏面 老母就傳給兒子 所以我在這裏也是再三呼籲 大家為了自己和家人的著想 應該要立即終止暫停 所有的宗教聚會活動 直至香港在十四天再沒有出現新增的個案為止 最後就要問問這個衛生署 你搞這個所謂強制檢疫 有些家居檢疫的人 你就安排那些人去 去買米 買菜 買蛋 買魚 買什麼買物 就送上門 那些是服務周到的 這個沒有問題 對不對 但是那些困住在你中心十四天的人 你是不是要確保他們不會餓 又有人投訴 原來晚上 那些飯盒不夠派 然後你的職員竟然叫他們吃杯麵充饑 一個杯麵怎麼頂一整晚 不知道有沒有人性 那些人都是人 是不是 你要求人家走進去檢疫 你也要責任 確保這些人不會餓了 如果不是 沒事就變成有事 這一節先講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